好啦,今天呢,就是要打這個 潛能解放 這隻光柱 我想起初頭玩神魔的時候 一開始玩 第一隻主角呢 其實不是他的,我選了火柱 之後呢 二十級的時候呢,就抽中這個 這個語武家的光柱 一直都沒用的 那昨天終於都將他升到七十多了 那所以今天呢 你看,之前都用到他不少 你看,就是CD6,Level9 那我很希望 現在應該夠血打啦,1600多 那,這個潛能解放之後呢 我希望他會有 這個技能繼承 看看會去到多少 昨天已經 拿了這個追憶女人 這招 這招 招技好像是 對掌技是 這麽似 沒有巨像的招 好啦,那今天我們試試打 確定進化 記憶的榮光 為三宿體力 好啦,那現在進去挑戰 終於都要挑戰 先 好,那我現在 我先關掉那個 什麼 對了,剛才我朋友說呢 七十幾級呢 要用兩石才過到 那我試試看 看不需要零石過到 我現在開始呢 專心打了 我就不出聲了 OK 嘩,超白癡 我應該進了遊戲才認識這個 才開Flight Mode 超低能 不好意思 應該進到了 OK 今天的風格 只會有五種風格 超低能 很快 正常 像有兩種風格 在我的風格 你為四方 都要打成 對 超低能 我現在 Extension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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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